把这个VGGNet定义好之后啊 我们就可以来进行下一步造作了 首先呢 我先写一个这样一个style的一个图像 然后呢 让它呀 转换成一个numpay的格式 我们就把最开始的那个target 这样一个style target先给它拿过来 然后呢 把这个style target先转换成一种np的格式 然后接下来 我就要进行一个循环了 在这个循环当中呢 就是full layer 然后因咱们的所有的layers 那么首先 我得先定义这些layers啊 在最上面我先定义一下 就是说啊 当你在一个迭代过程当中啊 你需要把一些特征图 就是咱们的一个风格特征图拿出来吗 那么你取哪几个特征图啊 首先你先定义好 在这里呢 我先这么写 就是有一个style的一个layers l-a-y-e-r-s 这些layers啊 就是咱们一会儿 要取出来的特征图的那些啊 我直接复制吧 这我就不一点点去写了 就是这个东西 我直接把它都复制过来吧 这个啊 就是说 我们看这里 其实呢 按照论文里啊 就是说 我们取的是第一软路 第二第三第四第五 所有的软路层 咱们取出来 当成是啊 它的一个style的一个特征 然后咱们也一会儿要去计算的 那么这个呢 是对于style的 那么其实呢 咱们还有对于这样一个 这样一个content吧 对于content的意思啊 就是说 咱们不光要拿style进行一个计算 我们也要拿content的 因为咱们有两个loss吗 一个是style的一个loss 一个是content的一个loss值 我们孙别啊 把这个几个层拿出来 对于style来说呢 我们是取了 一二三四五 使了取了是五个层的一个特征图 对于content来说啊 我们只取一个层 我们只取一个层就可以了 只取这个软路4就可以了 然后呢 我们就是写上一个循环啊 for layer 然后因这样一个style layers里边 在这个里边啊 我们就要写一些 咱们的计算操作了 首先呢 就是说我先要把这样一个特征图拿出来 就是featurefeatures 我们的一个特征图啊 它是等于net 我们当前的这个层吧 当前这个层就是layer这个名字 先把它拿出来 然后我们evo一下把它的值取到 取出来它的一个值之后呢 我们把它呀 要传到这样一个 feed dictionary里边 就是我写的这样一个东西 fed 然后dict 在feed dictionary里边 我们把这个style的一个transfer style的一个imagine传进来 就是咱们刚才写的这个 哦 直接写吧 还是style style的一个输入 就是咱们刚才写的这个nonepigalute格式 就是这个stylepro 给它传进来 那么这样啊 我们就取出来了这样一个特征 就是咱们先啊 是把这样一个其中的 比如说我想取哪层features 我就把哪层啊 取出来 这样呢 我们就完成了一个取的一个操作 完成这样一个操作之后啊 我们要对特征 还要进行一系列的变换 我看一下这块 怎么给我打一个红线呢 expand 我们看一下啊 这块写错了 这块应该是一个冒号 我写成了一个等号 好 那么现在咱们就是把当前的一个features 拿出来了 那么在论文当中啊 其实它还对features 做了一个变换 就是说 其实呢 我们想对比的 不是说啊 每一个层的一个特征图上的一个 数值之间的一个差异 而是比较啊 对于每一个特征图之间 注意点是特征图之间的一个差异值 所以说呢 我们现在啊 关心的并不是一个特征图上的一个点 而是关心的是整体的一个特征图 在这里呢 我还需要对这个features啊 进行一个变换 F-E-A-T-U-R-E-S 对这个features呢 我们还要进行一个 南派的一个resharp操作 在这里啊 我们需要对这个features 给它resharp成以下 resharp反而的一个shape呢 我们来写一下 resharp成一个shape啊 首先来说啊 第一位我们让它是一个-1的 负1的意思啊 就是说 其实我们现在想算的是 对于一个特征图 那么在这里呢 它每一个单位啊 是以特征图为单位的 在这里呢 它的一个第二个shape 就是它的一个特征图 我们写一下它的一个.shape 然后在它.shape里啊 是我们看啊 0123 最后一个shape 是它的一个得出来特征图吧 所以说最后一个是3 0123嘛 最后一个就是3 我们把3传过来 前面写-1的意思啊 就是说 我现在把这个特征图 做了一个变换 原来不是BHWC嘛 现在啊 我把它的一个个数拿出来 那么让前面呢 等于-1的意思 就是说 前面是这张特征图上 所有的信息 或者说它是一个 特征图的一个size啊 它是所有的信息 我们是对每一个特征图 进行一个操作的 多写点回车 然后呢 咱们再写啊 就是说 对于当前的这个features啊 我们要对算它 算一个gm值 这个gm值啊 在论文当中 是这样定义的 就是说啊 我们先把这个mat写下 np点啊 我们有一个矩阵的相乘 矩阵的相乘里面啊 就是传进来这个features 它和它自身 算一下特征图啊 每个特征图 和特征图之间的一个值 我们是把这个值呢 叫做一个gm值 用gm值啊 来去代表当前的 这个层 对于style来说 它的一个特征 而不是直接用 它的一个特征图 而是用 它的一个矩阵的一个 就是它 我们先写完吧 就是这个矩阵 我们来写一下features 然后呢 它的一个转置 然后再乘上 它的一个自身 我们是用这样一种形式啊 就是表示着特征图 我们看 这个features里面 是不是每一层特征图啊 对于这个shave来说 负一表示着所有的点啊 对于当前一个特征图 那么我们要看的 就是特征图 和特征图之间的一个关系 咱们把这个东西啊 叫做一个gm值啊 实际上 我们是用gm值 来进行一个计算的 然后呢 我刚才写了一个 叫做一个stylefeatures 在这个stylefeatures啊 就是刚才定义的 这样一个例子的 现在这个stylefeatures里边 我们就可以把layer再传进来 对于当前我拿出来的一个层 我让它的一个结果 就是等于这个gm值 用gm值呢 来表示啊 咱们得到的一个特征 那么现在啊 这样写了一个位置 然后写了一个复旧环 在这个里边呢 我们就把所有的一个 咱们的一个style 它的一个要的特征 都拿出来了 那么接下来啊 我还是复制一下吧 就是把这个东西再复制过来 咱们接下来还要再去算啊 还是tensorflowgraphsdefault 然后呢 还是tensorflow 我们把中间device可以去掉了 ssession 在这里啊 我们还要算一个东西 就是这个content x的一个cnt tentx的一个content 我们还是啊 写成tensorflow的一个 placeholder的格式 在这里呢 我们需要传进来的 就是它的一个类型 tf.float32 fot tf.float32 然后呢 它的一个shape 我们需要指定一下 它的一个shape值 是等于 它的一个batchshape吧 我们刚才定义了一个东西 叫做一个batchshape 就是咱们的一个训练 一个contentshape 这个等于batchshape 然后我们再给它定一个名字 它的一个name 就是等于这个xcontent就可以了 然后呢 对于这个content啊 我们也要进行一个操作 还要是 还是啊 先对它进行一个预处理 就是xpro 然后呢 等于vgg 刚才这个vgg模块下 是不是有预处理 那么块啊 就叫做这个process 我找一下吧 就是啊 这个东西 再把它复制过来 vgg里边 预处理一下 咱们当前的这个xcontent 那现在啊 我们还是按照这样老套路 刚才你不是有一个stylefeatures吗 然后我现在 我还可以写一个contentfeatures 我给它复制过来 在这里啊 我再写一个contentfeatures 然后一会儿呢 我就要去算一下 这个contentfeatures里边的一些值了 这是一个contentfeatures 我给它复制过来 然后呢 对于当前啊 这个contentfeatures 我们同样啊 是让它有一个contentnet 这个contentnet 它还是啊 等于这个vgg 然后.net 这里啊 我们还是需要把它的一个vggpath给它传进来 就像咱们之前写的那样 还是要传进来这个vggpath 以及呢 咱们当前的这样一个x的一个输入 然后呢 有一点 唯一有一点不同啊 就是说 一会儿呢 咱们还要构造另外一个网络 构造的时候 咱们再去说吧 然后咱们还有一个contentfeatures 然后呢 我让这个contentfeatures啊 它是有一个contentlayer吧 因为它就一个 我就直接传过来了 对于content这个layer 它是有一个值的吧 就是等于这个contentnet里边 然后呢 我们再把这个contentlayer传进来 它就是一个计算的结果值吧 那么这里呢 稍微有点不同啊 就是说 咱们现在是有一个 就是在之前啊 咱们讲路人的时候 是不是说前面 它还有一个残差网络啊 所以说我们还需要 把这样一个残差网络 再来定义出来啊 所以说 我这块写一个press 然后等于一个transform下的吧 咱们一会儿 要在这个transform下 我们块再构造一个网络 .net 然后呢 .net的时候啊 我们需要把这个xcontent 进一个输入 xcontent进入输入的时候 我们要做一个小处理 就是说啊 给它做一个除上255.0 .0的意思啊 就是说啊 让它这样贵义化完之后啊 它是一个flow类型 然后呢 接下来啊 我们还 接下来 我们就要在这个transform这个模块里啊 去定义这样一个net啊 另外定义咱们最开始的 那个残差小网络了 我再次订阅一下